其實遊戲局的論調 雖然他們更換的律師 但是他們的論調一直都是一樣的 那對於我們來講其實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首先第一點就是說 遊戲局覺得丁特他已經付了錢拿到藍鑽 那他們覺得這個消費的關係已經達到了 那我們當然不這麼認為 我想一般消費者也不會這樣認為 因為我今天消費藍鑽的目的 當然是要去遊戲裡面進行所謂的 不管是合成製作或者是其他道具的取得 我絕對不是單純為了去購買這個藍鑽 來跟你消費 那我說直接 就是這藍鑽對他們來講也沒有收藏價值 它只是一個代幣 其實今天法官開庭的時候也講了 這個代幣我消費者取得了 那我取得的目的當然是去做其他的消費 不是因為你提供了藍鑽之後 就沒有任何的經濟者義務 這是我們最不能接受的一塊 那再來就是遊戲局一直針對所謂的廣告 去做爭辯 那他們認為說當時的座談會是由原廠來召開的 那原廠召開之後 原廠所做的宣稱跟他們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在座談會我們可以看到說 遊戲局職的PM他自己也說了 原廠跟韓國的機率跟台版是一致的 這個我想是不爭的事實 那遊戲局繼續在這個方面去做爭辯的話 我想法官應該也會有他的想法 好那我想大家如果有在關注遊戲局的經營狀況的話 都會知道說遊戲局在去年的他的營收是十幾億的 那他的營業利益也是幾億 那相較於這個幾億的利潤來講 那兩百萬的財閥我想應該是不痛不癢啦 所以才會後續有這個風之谷的問題出現 那在公平法上面除了說做單次的財閥之外 公平法其實也有讓公平會可以去做一些規勸 還有指證的行為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公平會可以建立一個長期 而且有效的監督機制 不斷的去檢視這些遊戲廠商提供的機率 跟那個公告當中的機率到底有沒有相符 我覺得這才是消費者想要的 因為只有單次的財閥他是有他的上限的 即使你今天罰到了最高 就幾千萬的罰還跟他幾億的利潤來比較 我想這個經營者會怎麼選擇 大家應該已經看到了 那至於說公平法另外40條的部分呢 他有給予一個針對聯合行為等不法行為 他有一個更高的罰還 他可以針對營收去計算他的罰還金額 那我想立法者或許可以參考這個部分 去做一個設立 立委的部分呢 就民進黨立委他們也有在這個部分做關切 那我們想他們之前召開記者會 大家也有看到 那表示政府機關是有在關注這一塊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政府機關可以建立一個 長期有效的監督機制 那你單次的裁罰是非常困難 而且賀阻力是不夠的 就目前丁特的案子我們看到了兩百萬的結果到現在 他們還是否認這個機率不實的問題 那甚至說在風之谷又出現了問題之後 雖然他們承認了錯誤 但是遊戲舉止提供的賠償是消費者想要的嗎 這個我不知道 這可能各位消費者自己心裡有想法 那這次遊戲舉止針對風之谷的錯誤 如果出了承認 我想這也跟大家在丁特的案子做關切 是有相當的幫助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丁特的案子 那也多多多去監督這些經營者 這個其實在110年遊戲舉止做出的公告裡面 其實當時很多網路上的玩家 我想就已經不能接受了 因為當時遊戲舉止 一開始對消費者宣稱是機率一致 到了那個公告裡面的時候卻說 因為數量的不同 雙方得到的期望值是相同的 那在這個部分 其實他們已經承認的機率是不同的 那到現在還拿這個機率跟期望值 兩個不同的概念來做混淆 我想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今天法官也有提到 這個機率跟期望值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可以理解這個部分的 那就當時的 雖然當時的法令沒有要求這些經營者 要去公佈所謂的機率 但是遊戲舉止自己 向消費者宣稱的機率一致 那在你沒有公告機率為何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只能自行去參照韓版 而且與韓版一致 也是遊戲舉止自己說的 所以在這些都構成 他的廣告行為之下 我們才做出了這樣的消費決定 我認為依照遊戲舉止不要連的程度 他們應該是會繼續用這種低智商的言論來抗辯到底 我認為他們不會找我和解 那我站在一個為群體玩家爭取權益的立場上 我也不會跟他們和解 好比說他們一直在製作這個制度 並不在他們宣稱的廣告上 但是他們當初對玩家宣稱的廣告和說起 就是所有東西的廣告 但是在被我出一幾度的機率之後 就開始反應說 所有機率一致但不包含活動製作 然後我們再拿出這個玩家 二週年見面會的證據說 你在見面會上說活動製作也一致 那你怎麼自己打臉自己的呢 然後他們今天又在庭上說 他們在現場說活動製作機率一致 那雖然子步是活動製作 可是因為活動製作商品有成千上萬種 但他們也沒有特地強調 他們也沒有強調說是子步有在他們宣稱的一致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在挑戰台灣人民 挑戰遊戲玩家的智商 不然收音會有問題嗎 我想請問說 就是阿宇舊這一件案子來說 剛剛法官有提議說 兩方可以嘗試看看何談何解這個選項 那想請問說依照目前的狀況 嗯 英特有覺得想要去跟遊戲舉止談何解嗎 我認為依照遊戲舉止不要連的程度 他們應該是會繼續用這種 不笨鐵的人民 我覺得我一定要站在最前面 把他們打倒 然後想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遊戲舉止律師有在 嗯 在庭上面有提到說 呃有公佈韓版需要201個的道具才可以去合成直步 機率是10% 那他們認為說 呃 藉由 藉由 因為台服只要99個 所以應該要去推測說 機率一定是低於10% 這個你有什麼看法 呃 其實在事發的第一時間 我與他們客服人員聯繫 他就有告訴我說 可能材料會有不一樣的部分 那我當下就有反問他 所以說台灣玩家玩遊戲都要先去韓版的官網 看那些韓文做功課嗎 到底誰有能力去做這樣的功課再來消費 那他們當下也回應我說 啊不是啦不是啦當然不是 那我不知道他們的用意到底是什麼 因為那個韓版材料201個 他是在公佈在有點類似 喔我每次活動 每次都公告說 我今天活動是200個 然後是什麼東西做什麼 那些全部都是韓文 而且是在韓服官網非常細項的 裡面的新聞裡面 就一般玩家根本沒有能力查 一般玩家像我有能力查的 我是去到他們的機率公告的列表去查 那他們機率公告列表就是說 某個道具幾% 他把所有機率型道具的機率都公佈在官網 但是他並沒有著名材料 因為韓版可能因為每次材料會有不同 或者因為排版的關係 他們就只公佈機率而已 並沒有公佈材料 所以遊戲局只一再宣稱說 玩家應該有能力去看到什麼201個材料 那個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個頁面就單純寫給韓國玩家看 他並不是寫在機率公告的頁面 那個只是日常活動的頁面 所以台灣玩家根本沒有能力去查到那一塊 那即便有能力 遊戲局只也應該負起最大的告知的義務 就今天庭上問他們說 你們有告知玩家說這個機率不一樣嗎 他們想了很久 然後一直說要回去再查 但事實是他們從來沒有告訴玩家說 這個機率會不一樣 他們告訴玩家的一直都是所有機率一致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一直在想方設法要切割紙布這個東西 一直在挑戰人民的智商說 所有機率一致但不包含紙布 但是他們明明一再的保證 這個紙布是活動製作嘛 然後也一再宣稱說這個機率會一模一樣 但是出事了出包了才開始改口說不一樣 那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圓這個謊 沒有 我們最近講法官講的關於台版的成本 或是韓版的成本要高 請問你們沒有主張嗎 但是法官還有提醒 他說我們提醒一下 什麼意思 什麼叫成本 台版的成本 就是我們要算下來對不對 我們每個人花的錢跟韓版比起來 韓版的機率比我們台版的要高 等於就是說我們花的錢會比韓版的機率要高 韓版的成本要高 有這段嗎 我沒有主張 成本應該是一樣 他們是橘子一直在主張的是 台版跟韓版的期望值一樣 他們事後是這樣子說明 但是我們在做消費決定之前 我們接收到在網路上可以查到的任何資訊 都是告訴消費者說 所有機率是一樣的 只是在丁特去碰撞了之後 橘子才跳出來說 沒有 我們說的是期望值一樣 那這就是一個宣示上的落差 那我們覺得消費者沒有辦法去知道說 橘子當時講的機率代表的是期望值 因為這不是一般人的認知 我想再請教一個問題說 關於遊戲舉止有在提到說 關於你購買藍鑽 然後再到購買黑暗哈丁的成長藥水 然後再藉由99個黑暗哈丁的成長藥水 去合成止步 嗯 這個過程 那舉止 遊戲舉止他認為說 我沒有損失嗎 因果關係跟那個 他有指出你沒有具體說明 從藍鑽買藥水到製作止步 剛提到的過程都還在哪裡 那你覺得他們認為 其實他們在前一案也有提到說 我是為了製作止步 他們有提到說 我是為了慶祝我的戰隊進入世界大賽 所以花了100萬要慶祝 要來製作止步 他們自己講的 然後今天到庭上 他們為了辯駁 為了規避自己的企業責任 為了規避消費者對他們的質疑 他們竟然提出說 我花錢是購買他們的藍鑽 藍鑽我也給了 那後面你做止步 那不干我的事 所以我沒有消費 我沒有任何的損害 這就好像說 我今天去買了一個餐券 然後你餐券就是宣傳說 裡面有各式的日式料理 還有和牛什麼牛排 龍蝦可以吃 然後我花錢買了你的餐券了 走進去才發現 只是一般的自助餐店 然後你回法官說 你花錢是為了買我的餐券 我賣你啊 所以你沒有消費損失 這是一般人對於 這個消費關係的認知嗎 所以我認為遊戲局子 提出這種抗辯的觀點 真的是不要臉的髒東西 真的太髒了 我真的是 我剛在庭上是非常的神奇 但是為了尊重法庭的秩序 我還是一直忍住那個怒氣 那我也認為遊戲局子的兩位律師 李佩甄跟江萍兩位律師 真的非常辛苦 賺這個錢 為了賺這個錢 要要凹到這種地步 真的是辛苦錢 辛苦兩位 辛苦兩位 好 然後 因為剛有提到關於二週年 二週年的就是一個玩家的邀請 是 有邀請到韓國的 team長 跟台服遊戲局子這邊的PM 是 那對於 就是遊戲局的律師 他們好像說 就是還要再去釐清說 這個活動是誰辦的 然後韓國是不是 邀請來的這方面 他要再釐清 其實遊戲局子在上一案告我的內容中 他們就有提到說 我單方面的斷章取義 把原告 就是把原廠 team長的言論 跟他們 就是他們遊戲局子的PM 翁福德先生的言論混為一談 意思就是他們要切割原廠的言論 因為那場記者會是原廠說 所有活動製作抽卡機率 跟台版韓版一模一樣 對 但是遊戲局子的PM 翁福德翁先生 他也有附和 說基本上就是一樣 不用擔心我們篡改機率 其實他在那一案就已經 嘗試要切割這件事情了 但是到了 我們今天在庭上問他機率的問題 他又一直推給原廠 就是 他就是說 那個機率是原廠設定的 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 錢他要賺 但是出事了 責任推給原廠 或者推給消費者 那難道這樣一個遊戲公司 這樣年收破億的公司 存在這個民主的社會 這樣的企業文化是我們樂見的嗎 就是暴利他要賺 但是責任不想付 這個是應該存在一個民主國家 一個進步的國家裡面的企業文化嗎 我認為這個是需要大家出來抵制的 他們可以囂張到這種地步 我認為一來是他們自己不要臉 二來是法律層面 也缺乏一些監管的機制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持續的關注 這類型的法案的推動 來保障龐大的遊戲玩家的權益 剛才提到就是關於法案 就是大家都應該說不少玩家 就是打趣稱你為轉蛋法之負 那關於轉蛋法就是在今年已經開始施行 那您個人覺得說關於轉蛋法的施行上面 就是目前這樣一個多月下來 有沒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改進 或是說覺得政府部門應該在哪個方面 再有更強力的措施 我覺得我首先要給政府這些立法的部門機關 給他們一點掌聲 因為他們在這一年多裡面 算是跑法案跑得很快 就相較於之前那些法案拖好幾年 我覺得已經跑得很快了 但是這個轉蛋法還是有它的缺陷之處 因為目前是在今年1月1號施行上路 就是他要求企業 就是要公佈所有的機率 無論是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消費 你都要公佈機率 但是對玩家存疑的點就是 你機率雖然公佈了 但是是真實的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企業 富起一些就是 好比說消費者指引你的機率 你要有能力能夠舉證說你的機率是真的 或者說我們的公佈部門 應該要有能力去抽查 或者去考證這些遊戲廠商 他所宣稱的機率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這樣才能確實的保護到消費者的權益 那還要再請問 我這邊提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法官在最後有提到說 跟遊戲局的律師說 要注意就是說即便被告勝訴了 那對於企業形象也有非常大的損害 那關於這方面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覺得法官在過程中 就是算是一直在挑戰他們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法官算是做足了功課 就是有一直在挑戰他們的那些癥結點 然後被告遊戲舉止也一直 怎麼說他們一直回不出來 他們就說我們回去再想一下 回去問一下 就是他們沒有在法庭上正面回覆 好比說為什麼你們宣稱遊戲 臺漢機率一致 但是就是其實不一樣 就是等等的問題 那我覺得法官應該是心裡也 也是知道就是你們遊戲商面對消費者 你們進的義務應該是要比較高的 而不是把責任都推給消費者 所以即便這一數你們贏了 但是全台灣人民看到的還是你遊戲舉止 推卸責任的那個噁心的樣子 要嘛把責任丟給原廠 說我是這個東西都原廠設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責任 但是我錢要賺 二人就說你買紙布嘛 你紙布有問題嘛 關我什麼事 你只是跟我買藍鑽啊 我藍鑽賣你了 所以你沒有消費的損失嘛 他拒絕去面對我消費紙布 因為他們的廣告不實 所以我才陷於錯誤 去動了這個消費紙布的決定 他們一直在嘗試規避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就算他們勝訴了 那這件事情只會被社會大眾攤開來 看得更清楚 對他們企業形象更負面而已 因為他們這件事情 真的一直在挑戰人民的智商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氣憤的原因 就是這是一個非常明確 非常明確的消費爭議 非常明確的廣告不實 非常明確的欺騙玩家的一間遊戲公司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勝訴 如果他們真的贏了 我相信他們面對的 會是更大的社會大眾的質疑 那敗訴那當然不用說嘛 就是在被法院認真一次 是他們欺騙消費者嘛 來省立一個消費者 然後玩家的製助會 然後可能會有一筆錢在那裡 然後幫助玩家去 請律師去告遊戲公司 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那最後一個問題 那英格特哥推動挑戰法決定 大家有不公平 那有沒有想到點 比如說台灣有幾個議員跟你一起 一起在積極的推動挑戰法 或者是有相關的指導 可以讓大家知道這些相關的指導嗎 其實從一開始 我鼓掌難民的時候 第一時間跳出來幫忙的是高洪安委員 跟邱顯智委員 然後他們後續也在立法院的質詢 質詢相關部門的官員也是非常積極 就是特別感謝他們 然後另外還有開了一次轉戰法的公聽會 然後民進黨的明明憲委員 跟這個國民黨的洪孟凱委員 甚至是這個趙少康董事長 我也都有發文關注 然後甚至是批評這件事情 所以特別感謝以上幾位立委 那也希望各大的黨團 可以看清楚人民的意見是什麼 就是好好做事就會有票 一年有限在這兒 也希望各國人人的資料 für四五月五日 引擎在一起 並不斷的 你們就 我們可以